要求这个政府能够响应民意去封关 千万不要忘记现在医护面对的 就算在太平城市公立医院的使用率已经是过百分之百的了 而现在疫情的时候大家也都见到资源是更加紧绝 医护要求的不是说你不如让我舒服一点 你让我可以定期放假 不是医护只不过卑微地要求我可不可以做回我的份来事 就是保护香港人 医护的说法就是天灾人祸我会挺身而出 但是如果遇到这些政府愚笨的人祸 为什么要牺牲我们的性命呢 03年的时候大家历历在目当日我们已经有医生牺牲 我们现在是不是需要我们香港辛苦培养出来的人才精英 再次面对这个牺牲的压力呢 这个是对医护完全不公道的 放眼世界为什么没有其他地方会有医护因为这样的原因罢工呢 因为其他政府不找白痴 只有香港政府现在连澳门都不如 当澳门是愿意用其他的行政方式 包括他包括要求内地入境人士出示健康证明才容许他入境 这个其实跟变相风格没什么分别 但是你看一看现在特区政府在跟我们玩数字游戏 在跟我们用其他雕虫小技去尝试愚弄香港人 但是你问他们信不信 没有人信的 因为经历了过去八个月 大家都知道这个政府不是真心诚意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强调医护罢工是正确的 医护罢工也都得到香港人的支持 因为他们现在所做的事 并不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 他们做的事是为了香港人的利益 他们自己是先走出来的 所以我们是绝对绝对支持医护罢工 林郑如果禁听世卫说 一早将催淚弹的成份公布出来 为什么她搬龙门 世卫当日就叫林郑建议香港特区政府 将催淚弹的成份公布出来 让大家可以确保健康 当日你不听世卫说 现在世卫说几句你拿出来听 但不要看清楚 现在我们的前提不是任何的歧视 我们的歧视是歧视病毒 不是歧视任何人 只不过刚好内地的人士 他们现在是最大的疫情的地方 我们保护自己 是不是应该做这些事呢 千万不要忘记 现在内地其他地方都正在封关 封城的 武汉是第一个 其他城市陆陆续续在做 是不是内地自己歧视自己 不是的 既然不是的时候 既然他们所做的事 都是保护当地居民的措施的时候 那林郑有没有将香港人的利益 放在她心里面 很明显没有 没有 没有人知道究竟林郑在想什么 但其实正常人都不会想到林郑在想什么 因为她根本就不正常 现在我们只不过要求 好像袁国勇医生所说 任何人士只要她来自疫区 我们都不希望她可以轻易入境 香港人就算进来都应该要隔离 还有我想强调一点 封关这两个字 不是真的在墙墙封关 现在我们是禁止 现在疫区 即是内地的人士来香港 这个是保护香港人自己的 而根据基本法 香港人在大陆 现在我们根据基本法 香港人是有权自由进出香港 只不过如果她来自疫区 例如现在来自内地的时候 她应该隔离14天 以确保她自己和身边的人的安全 这个是负责任的做法 任何正常负责任的香港人 都会这样做 我必须要强调一点 现在所谓封关这两个字 林郑是在偷换概念 愚弄着全世界 我们一直要求封关 无论医护要求 民主派多年 多日来要求封关 是不容许内地人士 好像以往没有染鸡笼 自由进出香港 她林郑所说的 减了90% 减了90%这个数字 这个是骗人的 因为你给了两个礼拜之前 这个完全是不切实际的 现在必须要做的 就是行政措施 实实在在地 要求内地的人士 不可能进来香港 特别强调一点 现在广东省 是仅次于湖南最严重的一个疫区 深圳在我们鄰近的地方 就近和我们接壤 也是一个最多病法的人士 确诊人士的一个地区 如果你面对着一个这么庞大的外来人口 你不say no的话 那你怎样呢 这个才是问题所在 林郑说她停了自由行 但不要忘记自由行的签证 如果是仍然有效的 她仍然可以进入香港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 不够治标不治本 必须要清清楚楚 正本清越 直接封关 直接禁止内地人来香港 这个才是真正有效保护香港的措施 我不知道林郑现在是不是等着北京的order 还是她自己主动揣摩上意 不过又这么说 我们过去大八个月 我们对着这个人 我们都知道她是不可理喻的了 究竟她是拥有一个正确的 她的脑究竟在哪里呢 没人知道 你都无谓去猜了 现在实际情况就是要自救 所以我们要支持医护罢工 因为医护罢工才是有力 传达一个最正确 最有力的信息给全世界听 我们是要求封关 在防疫上面 我们不要讲其他地方 就讲澳门 澳门河合成是做到果断 勇敢 他知道什么应该做 什么不应该做 在病毒面前 没有人会理会你是一国还是两制 在病毒面前 只有保护市民的健康 即是真正符合国家利益 如果香港 因为林郑现在犹疑不决 又或者又抱琵琶半遮面 令到很多香港人发病 甚至外国地方封在港关 这个符合国家利益吗 她对得住中央吗 当然对不住了 所以不要在这里高举什么一国 不要在这里说那些漂亮的说话 保护香港人的性命 即是她现在首要 也是唯一一样应该要做的事 但是非常可惜 林郑绝对是反其道而行 今天星期日 我们已经看到 卫生服务中心都是忧虑 有本地的人全人的个案 这个是令人忧虑的 如果这些情况继续发生 只会令到本地人全人 有可能我们的忧虑 是变成一个社区爆发 唯一可以做的 第一就是从源头去倒截 从源头倒截在哪里 就是内地 你先断绝内地人士来港 你先再做本地的抗疫 先防疫 先有抗疫的 防疫者就是杜绝源头 杜绝源头就是从关口开始 抗疫者就是本地做好卫生 确保我们有口罩供应 确保我们的长者 基层人士能够有口罩 这个才是真正保护香港人的措施 1月8日在立法会 我们有个急切调询 当日陈兆史来到 我问他 你会不会鼓励香港人戴口罩 他继续在那里阻推油堂 这个就是我们见到的特区政府 1月8日 如果你陈兆史 或者特区政府够胆出来 堂堂正正和香港人说 forget about 蒙面法 我们错 现在抗疫面前 生命重要 全香港人一定要戴口罩 是不是不会造成今天抢口罩的局面 因为当时世界还在抢 这是第一样 特区政府做错的地方 第二 到今时今日 究竟 香港特区政府有多少个口罩 在货仓里面 他说不到 你就在那里 张建宗也是看到 和我说你会尽力去抢口罩 现在搞到内地微博 竟然会有假新闻 说大陆现在为了保护香港 要传三千多万个人过来 连内地自己都不博 喂 你有没有搞错 现在我不是要你帮 我只是想 我现在只是想 你的病毒不要来 这一样东西 我觉得是现在特区政府 上至林郑 下至一众的垃圾高官 有负于香港人的 应该要做的 他不做 应该要说的 他不说 就搞到香港人人心惑惑 昨天越南本来都差点禁票 但民航署经过滑船之后 就解除了 但你难保其他地区 不会再因应疫情的变化 和恶化甚至禁票 这样的话 对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国际交通 航运枢纽 是有严重的打击 你真是爱惜香港的 就应该从保护香港的声誉着想 现在林郑是反其道而行 当外国只看见一国 而忘记我们有两制的时候 林郑就是摧毁一国两制的兇手来的 我想问一下 刚才提到澳门 澳门现在的边境政策 她都没有全部封了大陆的 其实她的方法如果有后 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借记 令到大家的关系 大家香港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张 我们一早就已经和林郑说 应该效法澳门何一成政府 何一成怎么做呢 就是要求所有内地入澳的人士 要有健康证明 但是健康证明 证明你没有病 现在哪有那么容易拿到呢 其实变相就是用行政的措施 去倒截内地去澳的人士 其实这个是聪明的 我们现在要求的 你林郑抄书都不会抄 人家可诚做了那么久的事 每一个政策都是针对问题 你林郑连抄都不会 现在最遗憾的地方 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们现在连这个礼拜的会 都是取消了的 那连会都开不了 那这个是我们困扰的地方 但是也是对的 因为不想人群聚集 但有一件事必须要做的 就是民主派必然 是会在有一复会的时候 即时要弹劾林郑 这个是弹劾她 在到今天因应疫情 一败涂地的一个情况 但当然这个是事后的东西 现在我们每一个议员都尽力 每一个民主派议员都尽力 针对每一个不同的措施去提倡 去给建议 如果林郑是因为政治的原因 因为我们是民主派 而拒绝一些有利的一些建议的话 这个就是她在玩政治 而不是我们 我们现在是将疫情放在前面 抗疫给其他人先 但如果林郑继续命返不灵 继续拒绝采立的话 问题就是在林郑身上 林郑自我废武功 本来立法会是一个最佳的平台 任何的意见 只要是对的 只要是有道理的 都应该采立 这样才是一个正确和健康的互动 但是现在林郑 就算来到抗疫 过去八个月我都不能算 就算来到抗疫的时候 当民主派在一月初 已经声势力竭 针对武汉疫情 应该要做强硬的措施 他都完全不做的时候 责任存在林郑政府 现在是看林郑政府有没有诚意 去面对着医护的诉求 现在医护要求的 不是要摘天上的星星下来 医护只不过是要求政府 政府做回一个正确正常人做的事 如果 不是太不太一步的问题 第二是你林郑拿些什么出来 我不能够代表医护工会 我不能够说 如果你们呢 因为有后倒截内地人士来港的方法 你便说出来 我便说完 民主派过去整个月 说得口都臭了 其实不要说什么焚乏则 其实根据普通法 实实声明本身 已经是一个刑事罪行 所以这个政府还在跟我说 我想办法去处理 你是不是瘋了 打年轻人你就打 其他老弱妇女你都在那里吓 但是那批来香港 作虚假声明的武汉人 你就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你不要骗我 地方執法必须 是要指名道姓 讲清楚什么人犯什么事 你不能像钓鱼那样走进来 还有如果你像皇军那样慢慢操进去 这个是完全完全侵犯了 美肤居民的权利 法治就是给POPO 给警察 给这批高官 给律政司 一步一步去侵蚀 而如果他们继续这样 去abuse他们的权力的话 法治就会在他们手上被摧毁的了 你如果说法治 现在是一步一步被他们侵蚀 给他们一步一步去玩弄 有很多人很努力去尝试去维护法治 有很多人很努力去力挽狂 例如一堆的义务律师 尝试去做他们应该要做的事 去保护我们前线的手足 但是只靠一批有心的律师是不够的 只靠一些个别有心的法官也都不够的 这个是整条线的 由执法警察开始就已经要开始做 但是你警察现在整个政府在自我包庇的话 这个观点与角度有很多人觉得已经没有了 有很多人觉得还有 有很多人觉得剩下半条人命 这个就是观点与角度的问题 但是我只是想指出有很多人尝试去努力去做 但是公权力执掌权力的人 他不去珍惜这个制度 他继续去abuse这个制度的话 就必然会玩完的了 OK